不过瓜迪奥拉赛夫接受采访挺骚的 其实从保护球员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 他不应该这么说 明明眼这个记者在质疑他 记者质疑瓜迪奥拉说 说你为什么要换他下来 瓜迪奥拉这些来的句 他们自己要下的 但他前面推了一下 他说他们都拼你全力了 但是他这后边又加了一句 不是我换的 他们自己要下的 我觉得瓜迪奥拉内心中 肯定也是觉得很遗憾 因为确实我感觉 多一个点球手 只能讲多一分胜算 德布朗内呢是 德布朗内确实是不行了 有一讲一 你看德布朗内那本来就白 本来就白 他那踢到那后来 德布朗内那个脸 那个脸都感觉是冰入高荒了 卡兰德主要是那94分钟有一个球 知道吧 那个球是一次定位球 罚进去之后 然后呢 他有一个绝对机会 没把握住 他感觉自己今天的状态不好 觉得他在场上很难解决问题 所以说呢 你可能可以这么理解 他觉得把机会让给队友 你从一方面讲 小冬队来讲这是无私 但是呢我还有一句话 作为一个前锋 你必须要自私 我可以接受任何一个超剧 被换来之后 我跟对我跟这个 这个主要的翻脸 对吧 被换来之后我生气 但是你要永远相信自己 永远相信自己 是改变比赛的那个人 永远相信自己 是场上最好的那个人 你像这个 有一个球星叫做科比布兰特 虽然你们老玩的梗啊 对吧 什么老大 对吧 但是科比布兰特 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我说 他说我宁愿一场比赛 我30投零重 我不愿意接受自己 9投零重 你因为9投零重 我就不敢投了 我输给了自己 那么对于哈安德来讲 也是如此 对我可以接受你 120分钟隐身 但是我不能接受你 90分钟主动离场 因为这样的话 你是认为自己不行了 你认为自己 不能成为这个球队的中介者 不能成为这个球队 最后的获胜的电击人 不能成为这个球队的英雄 那么你这么贵的工资 这么高的身价 想要立鹏你成为世界都市先生 很多球迷因为你 就是去深院也好啊 去这个兑现也好啊 但这个时候呢 并不好啊 感觉并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吧 从到现在 我也没看到他有伤的事 希望他能够 未来能够变得更好吧 我希望他未来能够硬一点 不是硬一点 就是自私一点 作为一个前锋啊 不自私 很难成长为一个超级前锋 前锋就是自私 有些时候就是 我要相信自己 大家都知道莱万 莱万上场比赛 巴萨跟巴黎 最后时刻 莱万有一个机会 那个球他如果传给队友 队友机会更好 那莱万自己射门 没进 对吧 都赛后在批评他 但你看我怎么说的 我说我是可以理解的 为什么 因为这种 这种超级 这种核心球员 关键时刻 自己把责任 背在自己身上 没进我的问题 相信自己 没进我的问题 没进我 我为我的问题 对吧 但是我要做 我要做这个英雄 万一这场比赛 打到最后 曼城那边 有个点球呢 120分110分钟 所以我觉得 一定要 一个顶级神风啊 自私的属性 是非常重要的 让克里斯加罗 罗大尔多这点 做得很好 在前场够自私 对吧 凯恩就 也就有点无私了 来吧 也很自私 这点又很好 前方就要自私 我来说